哈啰大家好 欢迎看到韩版天堂M5月第四周的更新内容 这一周的更新内容相当劲爆 第一个推出了任务卷轴 可以把现有的任务每日每周还有周期任务反复的领取 然后第二个是雅丁英雄的补给任务 这个任务只要每天集杀500只怪 就可以获得一个雅丁英雄的补给品箱 里面可以基本获得龙之圣水一罐 还有三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其他的内容物就是几率获得啦 最好的就是祝福圣水大罐的一罐 第三个活动叫做试血 这个活动的阻止就是在BOSS附近发生PVP作战的时候 你只要死亡就会额外增加物品掉落率 最基本的是基础型 再来一二三阶 它会随着你的阶级提升 你的死亡惩罚会更加严重 那会发生的地方都是在大师伺服器 支配塔 魔族之地 还有爱欧丁城堡 第四个活动就是烈焰地尖Boost 你只要在烈焰地尖就会获得更多的凭震掉落率 并且会有一个每天任务 只要击杀100只烈焰地尖的怪物 就会获得一个龙之胜水 第五个就是新增两个神话级装备 研磨的血染披风 还有研磨头盔 披风的能力值是防御14 无视PVP减免加12 无视PVP减免伤害5% 然后并且有一个额外的能力叫做书血 右边的头盔就是防御13 无视PVP减免加12 无视PVP伤害减免加5% 然后有一个反致盲的效果 装备有一个套装组合 就是晕命加15% 所有伤害加2 然后它的制作方式也跟之前一样 是需要使用20条纸布 加一个研磨之星才能制作 第六个重点更新 二阶金武 爱丽丝武性全面强化 它除了能力提升之外 还获得了经验值加成 来看一下 它的共通能力是额外伤害加23 命中加20 能力加2 然后运命加8% 伤害增加8% 武器不会损坏 另外多了经验值增加30% 还有额外的火伤加10 它的附魔有三条 每多一条附魔会额外增加经验值5% 下一个更新 就是大家期待的枪手强化啦 但这边说的是枪手的贯穿能力提升 实际上作用是怎么样 我们等到改版之后再看 好第八个更新就是画质优化 它说改善了技能的渲染特效 让游玩体验更加的顺畅舒适 好再来韩版这周又再度推出了 蓝龙的成长药水啊 一样又有经验值1200%的加成 大家可以再练分身练起来 以上就是韩版5月第四周的重点更新内容 我是金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